上周六下午淡水渔人码头情人桥前的广场相当热闹 不但有来自新北市各渔会的摊位 限流渔获的销售 甚至还有寄警骑着马匹帅气登场 现场也吸引了大批的民众 原来是新北市渔民节的活动在这里举行 而淡水渔会也表示 每年新北市渔民节都会由新北市五个渔会轮流举办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 慰绕渔民一整年的辛苦 感谢我们很多的中官 对我们秘密的工作的支持和照顾 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更加照顾渔民的生活 在此我祝各位我们新北市 所有渔民 渔会大风收大万载 除了为一般民众准备了丰富的摊位与活动内容之外 活动中更是表扬了新北市的模范渔民 而地方民代也都亲自出席 对渔民的重视可见一斑 而副市长李世川更是表示 他是来自渔业家庭 因此对渔民的辛劳特别能体会 而立委吴玉生也表示 政府应该要增加对渔民的照顾 爸爸也是这一个渔民 也是渔家的子弟 以前说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爸爸补鱼去 其实我们那时候小孩子都很清楚 爸爸去补鱼 当然有很大的这一个危险 那说实在 我们可以看得到渔民是跟海在搏斗 为了生活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 这个对我们所有辛苦的渔民 要祝福所有的渔民朋友大家辛苦 祝福大家渔民节 大家平安快乐 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差 但是我觉得渔民的权利 渔民的整个的国家在法令当中 我作为一个中央的立法委员 我会督促渔民署来多多的来协助 照顾渔民的权利 那渔民节可以说是我们渔民朋友的大事 那现在大环境的改变 所有移民的生计难免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都建议我们荣卫这边 还有我们月署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的渔民朋友 无论是建设上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些活动等等 我们都应当来支持 那么这个照顾我们的渔民 那么渔民的辛苦 用这个节日来代表他们这渔民的团结 所以共同来把这个渔民做好 所以理事长非常用心 他的付出带给渔民的快乐 看中渔人码头的高人气 新北市各家渔会 都拿出了自家最得意的产品 让整个活动会场人潮汹涌 热闹非凡 而新北市和淡水区渔会 希望借有这样的活动 帮渔民们庆祝这个属于他们的日子 热忱播味淡水采访不到